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凌云说财经 有料有趣 有过意 今天是9月24号 星期五 到了一周的关键时候 那么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是下半场 顶底之间 从中秋节回来的周三开始 我们推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判断 就是今年A股的这个走势 走到了下半场 下半场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是周七股逐渐的出现了顶部震荡 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调 这个过程的演绎也是很残酷的 也是很凶残的 在A股的历史上面同样是 可能是仅此一次 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是仅此一次 那么这种状况它肯定算是物极必反 那它肯定在摩拳擦掌等待了机会的来临 那么什么时候算是出现了苗头呢 就是终究结后 我们看谢自宇开始甩开 绑子加油干了 他是放开了他的这个大额升购 谢自宇呢 在这个六年前的时候 曾经的锁定了他的大额升购 就是从百万级别慢慢的往下调 最后呢 调到三千以上不接单 三千以上不接单 所以呢 他就变成了就是 他的投资者呢 只有小额升购 不能够大额升购 那这个做法呢 代表呢 他的市场呢 相对谨慎 也代表呢 他不希望 因为投资者的激烈的 这种增持行为 影响他的操作 就大额升购 会影响他的操作 你被迫接单 一堆的钱 然后在相对呢 自己认为 不认可的位置上面呢 要去把它 变成筹码 那他拒约这种状况 这里头呢 一直到这一次放开 那我觉得呢 他产生的能量效应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得见 就是他们操作的这些 这个投资标题 刚好呢 处在一个相对低位 市场的情绪和环境 也处在一个变谈期 那这样的话呢 还是有可能 就是吸引到一些资金 去博这样一个 这个转变的一个机会点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推动 今天市场更为激烈的 风格切换的场内因素 因为如果说 这个预期一旦产生 在目前的这种传播 传播这个效应非常快 这个背景之下呢 它是有可能在短期 被迅速的一个传播开来 那么张坤呢 我们也看到 他今年真的是 河水都塞牙 对吧 这个确实呢 他买什么 什么都跟他作对 年初的时候呢 他是南下基金当中 他一直重要的力量 他可能觉得A股股贵 或者觉得A股呢 他自由的方向 投资机会不多 所以呢 开始呢 大规模的南下 配置呢 港股当中的 这个中国的新经济股 来弥补呢 他的投资组合当中的 短板 就是新经济 这个方向上面 但是呢 还真是上错车 一个呢 是把反股相关的股票呢 顶到天上去 在非常贵的位置呢 买了非常多 然后呢 赶上政策调整 这一点呢 不要紧 这一点呢 半条命都没了 因为普遍的腰斩 这是一个阶段 另外一个阶段呢 就是今年的消费股 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寒冬 这也是比较罕见的 对吧 所以呢 他这个消费股的加长 也是很不成功的 或者说 消费股的防守磁场 也没有起当着防守的作用 也是不成功的 第三 我们看到呢 他在这两个方向上面呢 都吃了亏以后 他也有想过呢 走一些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里头呢 我们看 代表性的品种 一个呢 就是在A股和港股同时 加仓 这个招行 招行的是银行股当中的 这个 所谓王子 对吧 也在银行股当中的走势呢 是最为强劲的 但是呢 说巧不巧 就是呢 这个张坤加仓之后 他算是丙配了 他这个A股加港股呢 加在一起 将近十个点 九个多点 已经是享受茅台的待遇 这个丙配 那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呢 缩巧不巧 就是最近呢 我们看到 招行的也 因为房地产 出现局部的问题 导致呢 大家对银行股 吸引性 非常大的一个下筹 所以呢 招行这块 也是比较失败 对吧 起码是没挣到钱 因为他买入的位置 招行也不便宜 那招行这个下跌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挣到钱 就是招行 另外一个呢 他在港股里头呢 还买了一些中海外 这个地产公司 那中海外呢 从跟着上面来讲呢 还是相对安全的 对吧 背靠呢 中国建筑 也是中国的第一家 像模像样的房地产公司 就国内的 国内的第一家 像模像样的房地产公司 那他也把它配置上来 但是呢 我们看中海外呢 走势呢 尽管相对稳定 但是你也架不住呢 某大对行业的冲击 所以这块呢 配置呢 也不是特别成功 当然我们看到 个别的这个调商呢 还是成功的 比如说我们跟中国的 电力板块里头 这些品种 对吧 在最近呢 还是有些表现 就是这个两个大牌的基金经理 在今年的不如意 和在近期 决定放手一搏 放开呢 这个大额审购 张坤呢 也在放开他的 这个大额审购 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思想 十点上面 就是在辞职方面 大家的所谓的英雄共识 这是会推动了市场 进一步的一个表现 这个呢 我们就今天的主体部分 推演部分呢 就是这部分 就是下半场 越来越明显 这个周期股的见顶 和非周期股 经过反复调整之后 有可能呢 会见一个波段底 阶段性的底 这个呢 是这个比较可能的 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在叠加上呢 北交手的势力 和后面的这个IPO的提速 等等这样一些 包括对资金的分流 那会看到呢 A股呢 依然需要呢 对核心资产 有更为重视 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股票公益很多 你这样一个档次 就会有很多股票 满足你 供你选择 所以呢 顶级的上市公司 依然是这个市场当中呢 稀缺的标题 顶级的上市公司 在它遭遇 行业冲击的时候 或者遭遇呢 这个叫做 行业周期景气影响的时候 可能会构成一个 不错的一个借助机会 也就是说 不管是买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买到好的价格 还是非常重要的 买到好的价格 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